前兩個禮拜,網路上傳出了 內蒙古民眾進行抗爭的消息 各種照片、影片和報導都紛紛流出 被認為是內蒙古少見的大規模群眾抗爭事件 那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這次抗爭的主因 《蒙古語》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大家一定都聽過《成吉思汗吧?》 呃...不是,不是館長 是歷史上那個征服了歐亞、滅了許多國家、種族 創立了蒙古帝國的成吉思汗 那個蒙古帝國是世界歷史上扶原最廣闊的帝國 版圖橫跨了東亞、中亞、西亞、東歐 但很快就分崩離析了 不過普遍來說,大家對蒙古的認識好像真的不多 可能只在求學的時候有學過一點點蒙古帝國 或是元朝歷史 或者有印象說,蒙古在後來曾經被分成了 外蒙古還有內蒙古 然後其他的印象可能就是 呃...蒙古土旗、蒙古包、蒙古烤肉這些 好,那相信應該還是有一些點進來的觀眾 我對蒙古是很熟悉的 不過上面這些比較是來自團隊內部的小樣本調查 那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就發現說 喂?我們平常好像真的不太知道 離開了歷史還有地理課本的蒙古 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地方、有著怎樣的文化 甚至連他們的語言跟文字都沒有很清楚 不過呢,這次內蒙古的抗爭 正好就跟他們的語言和文字有很大的關係 中國官方要在內蒙古推用漢語授課 讓不少內蒙古人感到威脅 而這部分我們待會再說 那有趣的是,同樣是語言和文字的議題 大概在半年多前,中國的北邊鄰居蒙古國也宣布 要在2025年開始廢除使用新蒙古文 全面回復使用傳統的蒙古文 而這個意思是說 兩個蒙古就這樣剛好走向了相反的道路 內蒙古的傳統文字可能會慢慢被消滅 而蒙古國則是要慢慢回復傳統 真的是滿有意思的喔!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先來聊聊內蒙古的部分吧! 不過在開始聊之前 我們就還是按照慣例,先來進一段公告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由行銷社團社群洞創辦人傑哥 跟我們圖文不符上課囉! 最近一起在哈薅上面推出的全新課程 傑哥的行銷提案實戰課 沒錯,就是自己焉飛自己 那如果你常常需要對上司或客戶提案 又對自己的提案沒有把握 或者是沒有太多的經驗,沒有關係 這本提案課就是要教大家 透過狙擊提案術的三大步驟 讓你的提案可以無往不利一次過關 第一個步驟是垂直水平探索法 教你如何迅速、準確地抓住客戶內心的真實需求 接著再透過ICIC思考路徑的輔助 來打造出說服力十足的企劃內容 而最後,則是靠著注意力強化術 把你準備好的企劃亮點 有節奏地呈現在顧客的前面 讓對方可以服服貼貼地 完全進入你提案的世界 那這套狙擊提案術的課程 目前在哈薅上面進行募資 預計募資到9月25日 課程原價是2160元 但募資期間只要1680元 如果你能找到三人同情的話 還可以折到1400元 而且只要在9月18前購買 還會再送你專門設計的提案簡報模板 讓你製作提案起來更快上手 那有興趣購買課程的人 就再參考看看資訊欄的說明跟連結囉! 內蒙古這次的抗爭 大約是從8月底開始的 不過這件事情要從6月開始說起 在6月初的時候 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裡面傳出消息說 從下一個學期開始 自治區的民族語言授課中小學 將會開始從原本用蒙古語授課 改為用漢語授課 那這個消息傳出之後 就引起了內蒙古當地不少人的反對 甚至在社群媒體上面 引發了一些討論和串聯 而到了8月底 新政策正式公佈 那雖然不是全部的課程都改用漢語授課 但是語文、政治和歷史這三面課程 確實是會從小學一年級和國中一年級開始 就以漢語來授課 那根據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的說法 這個使用統編教材的政策 是黨和政府的重大決策 不僅對內蒙古實施 同時也會在甘肅、遼寧、青海、四川這些省份的 民族語言授課學校實施 那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傳承中華優秀的文化 和人類文明先進的成果 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好的,那我們都有感受到黨的心意 不過顯然內蒙古的民眾們 對於這樣的政策是不太買賬的 有不少人就把這樣的政策 解讀為中國的中央政府要繼續收攏 壓縮中國國內各個少數民族的自主和自治空間了 但在內蒙古人的眼中 這樣的方向可能是滿讓他們意外的 因為內蒙古自治區過去曾被稱為 是中國的模範自治區 也有著很成熟運作完備的雙語政策 幾十年來,他們都一直持續在使用 傳統的回弧式蒙古文書寫、教學 還有出版書籍等等 甚至還訂下了一些翻譯的準則 確保世界上發明發生的新事物 能夠被用原本的蒙古語來表達和翻譯 讓這個語言能夠持續的更新跟流傳 那相較之下 北邊鄰居的蒙古國 對於傳統蒙古語的使用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是用比較舊的教材的觀眾 可能以前在歷史課本上會學到 所謂的大中華民國 最開始的疆域是秋海棠 而後來卻變成了老母雞 那兩邊的落差 就是在於北邊的外蒙古這一塊 不過其實這個以前在大清帝國裡面 叫做外蒙古的地方 比中華民國還要早從大清帝國裡面獨立出來 然後在那個之後幾年經過一番波折 到了1924年 在蘇聯的支持下 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但卻沒有獲得當時的國民政府承認 而在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 蒙古國透過獨立的公投 正式的從當時的中國脫離 但當他們要求加入聯合國時 卻被已經逃到台灣的中華民國 對就是在當時在聯合國裡面 還能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一直刁難 不讓蒙古國加入 1955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史上第一次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 就是否決蒙古加入聯合國的案子 理由是 蒙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很超現實喔 不過在那個之後 中華民國的勢力甩退 1961年蒙古還是順利的加入聯合國 而逃到了台灣的中華民國 不僅在1971年被迫退出 還一直撐到了2002年 才正式承認蒙古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那現在回想起來 我們企劃團隊在求學階段 對於蒙古國的陌生 很可能是因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蒙古國一直被視為是中華民國的某種固有疆域 而是被包含在整個邱海棠的想像裡面的 那在那種無法面對現實的時空背景下 我們自然就很難接觸到 真實的蒙古國是什麼樣子的 但這個真實的蒙古國 不僅早早就獨立成為了一個國家 甚至連用的文字都跟原本的傳統蒙古 其實不太一樣 前方我們講到 內蒙古自治區 雖然在中國的漢人政府底下 但還是能夠學習以及使用 傳統的回弧式蒙古文 不過在蘇聯支持下獨立的蒙古國 則不是這個樣子 他們在獨立以後內部分成兩派 一派決定要制定使用 拉丁文字的拉丁蒙古文 而另外一派則是希望使用傳統的蒙古文 結果就是制定了拉丁蒙古文的內派獲勝了 但是風迴路轉 在蘇聯的影響之下 蒙古當時的政府又決定 為了要鞏固與蘇聯的情誼 決定以西里爾字母為基礎 制定新的蒙古文字 而這個就是所謂的西里爾蒙古文 這樣講可能不太能夠感受出那個意思 什麼叫做鞏固與蘇聯的情誼呢? 就是因為蘇聯用的 我們俗稱俄文的那個文字 就是西里爾文字啦 不過準確來說 這種西里爾文字呢 是廣泛通行在斯拉夫語系的拼音文字系統 那也因為蘇聯的關係 就這樣把它使用的版圖擴張到 像是蒙古國、哈薩克、塔吉克這些中亞的國家 但這些西里爾蒙古文 跟傳統的回胡式蒙古文 真的是差滿多的 不管是在出版物的排版 或者是比較廣泛的應用層面 西里爾文字都比更古老 而且是直式書寫的回胡式文字 還要更好用一點點 但這樣說起來 為什麼蒙古國在2025年 要改回使用回胡式文字 這種比較老、比較不現代的文字 而內蒙古也還要開始擔心說 這種文字慢慢的沒有人使用而失傳呢? 這些可能都跟文化的傳承有關 在1990年代的蘇聯解體之後 蒙古國的國內出現了民主化的革命 而國民也從蒙古人民共和國改名為蒙古國 而在那個之後 也把傳統的回胡式文字 回復成了官方文字的地位 但有養成或是轉移文字使用的習慣 也沒有那麼簡單 他們推了一、二十年都沒有太大的進展 直到今年才通過了這個恢復傳統的政策 就我們查到的資料 蒙古國之所以想要回歸傳統的文字 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希望能夠維持自己國家的文化和主題性 會這樣說是因為 希利爾文字代表的俄羅斯和斯拉夫感 實在是太重了 那不是蒙古自己的文明和母語 而是當年被蘇聯文化侵略的傳物 那相調之下 雖然回胡式文字比較舊比較難用 但那代表的可能是文化和歷史的傳承 那帶著這樣的想法 再來看看內蒙古民眾這次的抗爭 也就不那麼意外了 從目前的抗爭內容來看 內蒙古民眾他們擔心的是 這樣的教育政策變動 雖然幅度並沒有到非常大 但這卻很有可能是一種溫水煮青蛙的起點 有些內蒙古抗爭的民眾擔心 當學生理解歷史的方式 變成必然透過漢語來理解的時候 那麼自然就會被限制在漢語建構出來的世界觀裡面 而最明顯的案例 可能就是中國這個詞彙 這個部分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報導者裡面有一篇非常精彩的報導 裡面有講到 在漢語的世界觀當中 中國這個詞代表就是整個天下的中心 但在蒙古語裡面的中國 意思其實是氣丹 因為在蒙古族最初產生這個字的時候 他們與所謂的中國 中間還隔了一個氣丹國 所以他們就把在蒙古南方的國度 全部稱之為是氣丹 換句話說 這是以蒙古為中心的思考方式 那在學校教學的時候 通常透過這樣的例子 學生就能很快的抓住 原來不同的語言背後 隱含的世界觀會是不一樣的 但如果全部都採用漢語教學 那麼中國就只有一種 而蒙古在這樣的大中國世界觀裡面 就會永遠都是帝國的邊水地帶了 而當我們從這些角度來看的時候 我們也就不敢理解 為什麼身處不同國度的兩個蒙古 都會有人為了維繫自己的民族的語言和文化 而有所行動了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邊的感覺是怎樣 這次的抗爭裡面 甚至還有屬於政府單位的內蒙古人 集結起來透過傳統的 毒桂籠簽名方式表達抗議 代表他們想要平等地承擔抗議的責任 沒有守謀者 而我想這樣子的抗爭 以及抗爭的結果外流 可能對中國官方來說都會是滿意外的 因為就我們看到的資料就有提到 內蒙古在中國國內 一直都是屬於比較聽話、比較配合的 少數民族自治區 有點像是悶聲發大財 不管政治的那種類型 而在這樣子的背景之下 內蒙古也確實比隔著一個沙漠的蒙古國 還要富裕很多 但對他們來說 願意悶聲發大財的前提 可能是保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 因此這次中共推行的語言同化政策 或許就是踩到了他們的底線 而也有人解讀說 這次中國在推行他們的第二代民族政策 要把第一代政策推動的那些少數民族自治區 全部都慢慢轉化成用普通話溝通 用普通話思考的優秀中華民族 那其實今天討論的議題裡面 還有很多可以再好好聊聊 譬如說蒙古國現在到底是跟俄羅斯、中國 還是美國比較好 或者是說內蒙古也開始有人在提倡 獨立或是正名運動 想要大家改用以客觀地理位置為依據的南蒙古 而不是以中國視角為依據的內蒙古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先說到這裡 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們多多分享 而之後有機會的話我們再來繼續聊聊喔! 好的,那今天想要問大家的是 如果有機會到蒙古,你最想要體驗的是什麼呢?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更加認識兩個蒙古的近代歷史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中國是怎樣變成強國的 以及新疆再教育的事情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